请问师傅 我记得有一个官方是哪一个祖师来看 他早上做文科的时候 他说从这儿走到大雄宝殿的时候 他已经把一部华言就念完了 我理解的是正确不正确 是不是觉得师傅讲的时候 就是您说的那个心 心要细 学心见钱细 但是我刚才不离事项 念完就是念完 他真正一个字不漏 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不可能 有的人心要入禅定的时候都有可能 有的时候一目过去 多少文字都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没有讲别人 那当然我也不是说故意炫耀自己 法华经 我这个已经功夫很慢了 法华经读过吧 七卷 我以前读到多熟 你知道吗 我每天早上起来 吃完早饭以后 在吃中饭以前 我打沐浴 三个半小时一步 中饭以前 送完 都可以啊 那三个半小时跟人家已经走到大殿 送完滑已经差很多 但是你要相信 就是如此 地藏经以前可以到15分钟到20分钟一步 那一个字都不能马虎 所以我的心都射在这一面当中 以前我练经多快 以前我练经像刀锋士他们 他们要跟我练经 他要吃那个心脏药的 不然会马痹 太快了 我喝啊 好好好 又是对了